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樂報》我不講場 是《樂報》的討論平台 現在進行一集直播的節目 有我余榮樣和身邊的鄭仲暉 鄭仲暉 大家好 大家好 也照以往鄭阿輝哥 跟大家說幾句寒冤的說話 首先歡迎大家看我們這個直播 你現在看這個直播 我要多謝你了 因為你現在正在支持我 不過如果你支持我多些說話 我們會更加高興 還有我們會更加有衷勁去做 希望你在看的同時 用著手指點一點讚 或者同時 不是或者 同時把這個節目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跟著 不要說現在怎樣讚 先看一會 然後說讚賞一下我們 加上幾句動作 我就非常感激感激 多謝 多謝輝哥和我們講了說話 這一集我們講一講 中國的主席習近平 剛剛訪問三個歐洲國家 分別是法國 塞爾維亞和匈牙利 法國以前是帝國 後來就是行資本主義 其他兩個國家 曾經是行共產黨主義 其中法國 他在歐盟 是一個領導的國家之一 就是歐 在法德領導之下 是有了很好的發展 所以一講歐盟 法國幾乎是第一 跟德國是數一數二 這次 習近平主席到訪法國 也在那裏見了歐盟的主席 是馮德萊恩女士 馮德萊恩女士 是德國人 是前任做過國防部長 大家看到他代表歐盟 因為歐盟有很多舉足輕重的國家 於是 有時說話也不用那麼客氣 大家看到 法國總統說話比較客氣 這位英俊總統馬克龍 和他大概二十多歲的太太 全程接待習近平抗例 顯得很和諧 我想選法國去訪問 為何不訪問其他歐盟國家 包括德國 都是其中兩個最大歐盟領袖級的國家 以前還在英國 可能大家會覺得 剛好去年馬克龍才訪問過中國 這亦叫做一個回禮 歐盟主席 亦是同時 同一個時間 但不是同長 不是同框 但這次 這次同框 歐盟和法國 是否故意 刻意把時間 盡量利用 變成同框 這個同框和上一次 是完全 那個感覺是不同的 因為 法國始終都是認為 你訪問我發覺 但是 現在這個問題 或者大家要談的問題 是和整個歐盟有關 因為法國 其實它是歐盟的領導 剛才我都說 一個領導層面的成員 所以 當然這個同框 亦是正得中國的同意 這些是外交上必須要做的事 所以有很多人會說 這兩位 去同場說話 大家說的一個叫做 紅面 一個叫做黑面 還有銷些有共同點的地方 例如什麼命運共同體 三個國家都說了 所以 大家在聽的時候 可能聽到法國總統說的話 比較溫和一點 因為 它說是這次邀請主要的國家 而這個訪問 亦是在法國內進行 至於歐盟的主席 就可能說話 因為歐盟主席 不只代表一個國家 是的 它就代表了歐盟這麼多國家 所以另外一個角度 它放膽很多 因為它不會影響到德國 是不是 如果你法國總統去說話 直接影響法國 那你用歐盟主席 用歐盟主席的身份說 它包含法國 包含法國 還有現在歐洲最關鍵 它們注重的問題 就是這裏 譬如烏克蘭問題 這是最重要的 另一個 就是傾銷貨物的問題 當然這件事 我覺得 是站在大家不同的角度 我不會認為傾銷一定是錯的 你都奉行自由貿易 你自由貿易 什麼叫傾銷呢 當然你說 價格決定在一起 你就是國家補貼 好了 這個有一個框架 如果它真的違背了你的框架 你可以做一些手段 是不是 現在就叫做 兩者所謂傾銷 所謂傾銷 我傾銷進來 你可以買 這個叫自由買買 好了 為什麼你要買那些東西 一定有優勢 這個優勢會令到你 當然很多人會駁斥 當然 你國家機器 國家行為 國家布貼 我當然不夠你鬥 我是一個私人的企業 好了 整個歐盟有一個制度 怎樣去制約這種行為 兩個國家的來往 當然是全面的 全方位 但是三樣東西是比較重要 一個政治 另一個當然是經濟 第三那個 有時排第三 有時排前些 就看那個關係 第三就是軍事 如果兩個國家 沒有什麼軍事衝突 好像中法一樣 是容易輕一些 不用著墨太多 說你有多少戰機 我又在哪裡 大家知道 法國自從拿破崙 戰敗之後 他一直都不算好戰 德國也比他好戰 因為有希特拉 法國也沒有派一些軍艦軍機 走去某個地方 跟中國的某些軍艦軍機 相抗衡 也沒有在台海 做一些什麼動作出來 所以這方面 中法是容易談的 剩下下來 是談一個政治 一個經濟 政治大家都是和俠的 剛剛你都說的 馬克龍曾經去訪問中國 上次訪問也是不錯的 談得不錯 沒有理由今次談 比上次更差 犯不著去抹面 所以兩個都在聯合聲明 或者兩邊的元首去見記者 都顯得和諧 你也說得對 跟馮德萊欣有一點牙齒印 馮小姐 馮德萊欣 他有個得次的 至於說回馬克龍 這個比較年輕的總統 你說他比較和諧 有一個比他更和諧 這個就是大家忽略了的 一去到法國見的 就是法國的總理阿塔爾 由於阿塔爾 展示一下他的普通話 他學過一年的中文 習近平用一些讚他的說話和手勢 也都當了他年輕人 是聰明的 這個阿塔爾 34歲多 事實真的是聰明 這樣的年齡 做到總理 而且是一個重要國家的總理 因為這個不是那些小國 大家看到這三方面 無論政治 軍事和經濟 兩個國家都是談得和諧的 自然跟著就談到很多後續的事情 就是大家說 你會光顧我買些什麼 我又去你那裏做些什麼 跟著又會派些什麼人去訪問 做後續的事情 包括去看一下你的研發點 就不會就好像布林肯和耶倫那樣 就當著講那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因為既然大家和諧 你說這些話是沒有意思的 你疾對方幾句 也都影響不了對方 那倒不如賣的人情吧 歐洲之行第一站是開心的 我想產能那個問題 其實歐盟和美國都是同一個方向的 另外一件事 歐洲最關心的就是俄羅斯的問題 大家看報章報道 當然這個未成為一個事實 就是普京將會在今個月 五月份訪問北京 這是一個敏感的時間 因為現在烏克蘭的戰爭 正正現在春天已經過去了 夏天接下來 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為所有的泥濃雪地都乾乾 對於那個戰爭 應該是會隨著這個天氣加劇 由於左排 耶倫和布林肯分別訪華 都沒有特別去碰中國 其中初預料布林肯會說制裁這個問題 我和你的蘋果 就是SWIFT 但是後來沒有制裁 也找不到什麼把柄 近日的話題就說 懷疑有些軍事武器 是由朝鮮供應給俄羅斯的 那個矛頭就去了 不是中國方面 而中國和法國 又談到一些共同點 就是以巴方面 大家知道有關這個以巴 即是以色列 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 很多東西在聯合國投票 是美國投反對票的 聯合國大會 投反對票都沒有用的 所以通過了制裁 但是聯合國的安理會 一票反對 就反對 那幾個理事國 一票反對就反對到的了 這次就這個以巴 中法是同聲同氣的 我想這個同聲同氣 就不是在這次這個會議 表達出來的 在上次在聯合國這個表記 那裡已經是表達出來的 這次有特意提一提的 所以正如在這裡叉開一點 因為我們有一集說李顯龍 其實李顯龍一樣 有些問題他不一定站在美國那邊 就是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戰爭 你說得很對 因為這樣 所以歐洲的國家 包括法國 或者歐盟 他不止法國 他都特意要顯示 跟美國不同 不是說我要做你美國的走卒 因為美國自從特朗普開始 就跟歐洲歐盟那裡 其實就畫得很清楚 因為以往 因為北約亞的關係 或者因為歷史遺留下來 那個二戰的問題 一向美國都好像做開 他現在抹開了 軍事還軍事 你談軍事就不要講經濟 他好像一向都是一個保護山 一個大佬的角色 但是歐洲逐漸覺得 美國這場戰爭也過去了 七十多年 不要再有這個印象 經常都說你是我們的頭 當然你說 不是 現在北約裡面的軍費 又有誰又不給 美國又不肯 就是諸如此類的經濟上的問題 我想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現在最關鍵 到今時今日 美國只是表面上最低限度 實際我們不知道 去支持烏克蘭也是經濟為處 他們也沒有派兵 甚至乎武器都是透過買賣的方式 供應給烏克蘭 所以他不會認識 有些是送的 不會直接跟俄羅斯在戰爭層面上 不會 不會派兵在戰場上 出現有美軍和俄軍之交 但是反之 柏克龍就說 你們大家想想 如果再嚴重一點 我們可能會商議一下 法國會不會出兵 反而他去到這一步 那為什麼今次 如果對比其他歐洲國家 歐盟的國家 沒有哪個國家這樣提出來 所以今次 習近平去訪問法國 會不會這個問題 當然他這個聯合記者會 他這次沒有公佈 沒有聯合公佈 有些是這樣的 某個範疇 是你主動想說一些事情 或者主動想解決一些事情 譬如中方 主動想解決某些事情 法方 又想主動解決某些事情 但是今次 似乎沒有說某一件事 刻意單方面 超越你另一邊所接受 算是和諧 我們分時間 訪問另外兩個歐洲國家 塞爾維亞 大家都知道這個國家的組成 以前有一個南斯拉夫國家 分別由塞爾維亞 另外克羅地亞組成 亦都 揮軍記得 曾經美國炸中了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當時還有很多說話 幾乎可以拍成電影 就說原來有架美國的軍機 隱形戰機 迫航在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 藏在下面 而美國要拿回它 唯有炸了這個大使館的一角 當時造成破壞和有傷亡 這件事件 就形成了曾經在中國大陸 向美國的大使館 和美國處有一些省 是有領事館 那些人上街 和示威 丟東西進入使館和領事館裏面 這樣也表示了 這個塞爾維亞和中國的鐵桿關係 是鐵桿 這個是很鐵桿的 因為正所謂一起遭遇過一些困難 所以為何這次訪問會 訪問塞爾維亞 其中是炸了領事館的周年紀念 我忘記了幾多周年 我想說一些事情 但我首先說錯了 希望廢哥指證 不要這麼說 塞爾維亞總統 你看看字面 沒有契旗 是契 契媽是契 但不是讀契的 請阿輝哥說出 其實你教我 這叫做沒有契旗 是 是 有金字和沒有金字 哪都是讀契的 不是契 是 大家看了新聞 就會知道 這個叫做 武帥奇 我想 武帥奇 給人的印象 他以前 很久之前 江澤民時代 他是一個宣傳部長 從政很久 從政很久 你沒有看到他好像 都不算太老 不是太老 其實他很年輕 他應該比胡錦濤還年輕 是 肯定肯定 他到現在 似乎挺精神的 但是他在蔡爾維克執政 都很久了 剛才你講了另一集 李顯龍都很久了 當然他很富爭議性 這一類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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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當時那個叫做 華沙 華沙組織 華沙組織 當時都是蘇聯的輝下 或者叫做 一個同盟的一個 蔡爾維克和中國的關係 你剛才形容它是鐵桿 很密切 無論是政治的來往 軍事上都有來往 先前講過 以前美軍機炸中 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所以 跟南斯拉夫的時候 簽下一些軍事協議 直到瓦解 變成了 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之後 都有來往 還有黑山共和國 大家知道 在軍事上 合作不一定有什麼實質的東西 不是整天合作去哪裡打人 合作的意思 最低限度 互不侵犯 不會派一些軍機軍艦 去到某個地方 耀武揚威交交陣 而這些動作 平時你見到最多做 就是美國的 而中國 因為這個一帶一路 很多的策略 跟塞爾維亞有金融 和商貿上的來往 所以真的是鐵桿的國家 第三個訪問的國家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也是當時華沙組成的一個國家 我想匈牙利 大家認識他 就是打電音波 還有以前我記得有一集說過 奧空帝國 這個很久 奧就是奧地利 匈牙利 阿輝哥讀書的時候 我和你也曾經同框 在粵華 當時有一位神父是匈牙利人 是堅善美神父 堅神父 匈牙利裔 堅神父是教音樂的 但他的耳朵一般 他做過軍人 他因為打仗而耳朵濃了 一個大鬍子 當時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匈牙利人 我經常會感覺那些神父 以太利 經常都會感覺 他做一個高神父 高神父 高神父是副校長 通常由副校長 即兼做財政大臣 亦都以前有說法 粵華是一個看台 千禧館之前的看台 高神父有份去劃職 說回 即兼神父 就是匈牙利人 而當時澳門的匈牙利人 不多 所以匈牙利 被人認識他 其實都是因為蘇聯的華沙 他是蘇聯的東歐成員國 東歐集團 集團的成員國 我想這個國家 當然和中國的關係都很密切 以前一直都很密切 還有波蘭等等 以前還有阿爾巴尼亞 都是跟中國 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鐵塔 當時都是跟文革時代 已經是非常老友 空牙利的行程就比較短些 能夠在今次只去三個國家 都選了空牙利 證明中國和空牙利的關係 就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其實中國和歐洲的國家 不是大家想像中 一定是大家這麼對立 雖然說 蔡惟維亞那些 是否歐盟的一員 有時現在 其實歐盟 正在歐洲來說 當然是一個大氣候 一員也好 有同藏異夢 你猜個個這麼齊心 有時有些事情 對你比較好 對我比較吃虧 空牙利很多事情 他沒有跟西方 另外一些美洲那邊的國家 走得那麼近 他的總統 阿輝教了我記 我也勉強記到 書由黑 我不要開玩笑 總之是舒 舒服的舒 尤其是油 黑是多少公斤 千克的黑 即是黑羅地亞那一刻 我想這次的訪問 是否回敬奉德萊恩和馬克龍 來中國的訪問 這個也是的 我想還有一個意義 大家可能少些去今次講 因為可能未是這麼直接 就是那個2024年的巴黎奧運 我想中國今次去多多少少 因為距離奧運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都是有些寓意支持奧運 這個有個好處 值得講講 廢哥 他支持奧運的同事 因為法國預備 有些東西抵制俄羅斯 有可能 極其可能 現在看 就不讓俄羅斯的運動員參加 如果他的運動員 由於比賽有時候 不想受政治影響 你可以參賽 譬如你那個陳大文 你參與 你就用回陳大文 就不是代表那個國家 如果你是獲獎 就不升你那個國家的旗 不奏你那個國家的國光 因為你沒有代表某一個單位 不是以你什麼國籍 就當你代表的 就是這樣 今次中國是擺了態 已經說支持法國這個做法 所以真的談得很好 有件事我拿出來和大家討論 因為這些沒有其他YouTuber 和網 或者是新聞通訊社 講 我想拿出來和阿輝哥研究一下 習近平去訪問 你剛才說回訪 他原法國立即走行不行 布林肯有沒有訪華之後 回程去了南韓 沒有 是嗎 只是訪一個國家 為什麼又要去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呢 只去一個國家又行不行呢 攤開來講 我想因為習近平近這四五年 都沒有出訪過歐洲 另外一個就說 又適逢藍斯拉夫 即是現在塞爾維亞大使館的周年紀念 當然不要說周年慶 這是比辣雞的慶 不是比高慶的慶 這是周年的紀念 我想這是一個契機 也是告訴世界我們 記得當時美國做過什麼 這是給大家一個立場的問題 因為剛才也提過 武薛奇 他跟中國的官方領導人 不同的領導人 關係都好 變成不是說 你上任我就對你好 不是 總之你坐上這個位 這個叫做依法管治 我就奉你為我的老友記 所以這次去塞爾維亞 都是很重要 尤其是塞爾維亞的總統 是表達了 我已經多次邀請你來 這次來到我很開心 這是一個好事 至於匈牙利 都有個象徵 都給你一路分析 剛才你說塞爾維亞 講得很好 我想匈牙利現在會比較近共產主義的方面 雖然她脫離了華沙 你現在包括塞爾維亞 雖然她已經沒有了共產主義的味 所以這也是標榜了主義 當然這次習近平去歐洲的訪問 是以國家主席的身份 不是以書記的身份 我們當然不能夠用這個共產主義的角度去看 你記不記得 在東歐都是被蘇聯管治的時候 匈牙利已經多次表現出 是不耐煩不服從 不願意一起同流合污 之後蘇聯解散了 東歐那些都不用再看你老大哥的頭 這次我覺得訪問匈牙利也有個好處 我不是因為前蘇聯或者今天的俄羅斯 才跟你匈牙利好 我是直接跟你好 亦都給予到一個訊息 匈牙利 你多點和我一起走 這次還有一個 大家沒有一個共同同意的事物 或者我剛才說過聯合公佈 聯合記招 但是亦有一件事 大家很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現在的局勢 或者一些自己的立場的表現 譬如你歐共那裏就說 不要傾銷了 中國說我不是傾銷 我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 他不是以本商人 第二個就是 你不要支持俄羅斯 其實我沒有支持 你們怎樣說 但是出自國家的立場 他們沒有反對到 我一定不會說對著國家 我一定要支持俄羅斯 沒有說到 這是因為前任副總理 去俄羅斯的時候 講過了 對你有些無上限 有些無上限 有些無上限 這次去 我相信會影響到 普京五月份訪華裏面的事物 大家估計 但是我覺得這整個 是有連貫性在裏面 我們就看看 普京訪華的時候 有些甚麼說 多謝輝哥